继续盘点电视剧不会告诉你的15个江夜小细节 小细节1 四水河畔浩天为什么邀夫子登天一战 而不是选择在人间动手 虽然浩天说过他并没有十足的把握战胜夫子 但浩天没有在人间对夫子动手的主要原因 是夫子早把自己融入了人间 如果夫子在人间战死 那整个世界就会毁灭 浩天也将不复存在 所以浩天最后邀夫子上天一战 夫子也不想摧毁人间 而他隐约明白了自己化月的使命 所以同意跟浩天登天一战 小细节2 原著中的雄出墨其实非常的爱笑 按照描述 恐怕只有七八岁孩子一般高 他出行时会把自己藏身在神年的万丈维廉之中 维廉之外的人都以为雄出墨身材异常高大 小细节3 曲尼大师在原著中的名字 其实叫曲尼玛蒂 名字的深意就不多解释了 这明显是一个谐音梗 叶青真实名字叫做叶苏 小细节4 宁缺为什么常年都会背着三把刀 这个习惯跟宁缺的复仇有关 宁缺知道 大将军夏侯身边有一个刺杀三人组的组织 他们由三人组成 战斗中最擅长的是两人又敌 另外一人出其不意 不懂修行的宁缺为了对抗刺杀三人组 最后造了三把刀 一把杀一人 宁缺对三把刀的台词是 我有一把刀 保护桑桑睡得好 我有两把刀 砍尽山中草 我有三把刀 铲除世间不平视 小细节5 简大家是柯浩然未婚妻 简笑笑的亲姐姐 按照原文看 应该是姐妹俩一起爱上了书院小师叔 柯浩然 连生32发动蔑视之战的背后原因有很多 比如嫉妒柯浩然的天纵之姿 对后天世界的真相有了部分猜想 另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简笑笑跟连生之前的妻子 长得非常像 继续盘点电视剧 不会告诉你的15个江夜小细节 小细节6 知手冠冠主陈某在举世伐堂中 西拜长安城后 冰死之际顿入清净境界 宁缺挥刀去砍 并没有对他造成实质的伤害 最后由陈皮皮带回知手冠 返回知手冠的冠主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是没有任何战斗力的 在叶红瑜背叛道门 叶苏成圣的那一夜 冠主在一个大雪之夜 突然突破了清净境界 达到了清净之上 从此实力大涨 很多人不理解 清净到底是什么境界 个人理解 如果按照战力表现上看 如果说道门天启是第六境 羽化是第七境的话 清净境在实战表现上 很难说是第七境 主要原因是后期的李漫漫 凭借夫子的木棍 一样能阻拦冠主七天 需要注意的是 这里是阻拦冠主七天 并不是逃亡七天 清净境界被认为是对 浩天的大不敬 因为他可以免疫 浩天世界中的元气伤害 另外灌主在进入清净境界后 还表示过 修行尽头是大道 只有夫子和柯浩然达到了 可见灌主的清净之上 大概率不是第七境 小细节七 陈皮皮的母亲可不是一般人 她是西陵六百年前 分离出去的南海大神官的后代 是后面南海先任大神官 赵南海的女儿 小细节八 当初去书院挑战宁缺的柳一青 并不是什么反面角色 后来他痛定思痛 还突破到了知命境 在清侠之战中与君墨有过交手 柳白死后 柳一青为了家国 一人一剑杀入南晋皇都 先是一剑斩断城墙和南晋新皇帝 而后第二剑刺入武镜之上 横幕的身体内 不敌后第三剑自吻而死 小细节九 大和国中的墨池院 其实是王书胜年轻时的杰作 和墨姗姗无关 王书胜人物部分创作灵感 来源于大书法家王羲之 墨池当初就是王书胜的洗笔池 王书胜是与颜色齐名的神服师 宁缺使出浑身解数 在短时间内仍遭到他的压制 继续盘点电视剧 不会告诉你的15个江夜小细节 小细节时 很多人认为 夫子戒完柳白的剑后 那把剑才成为人间之剑 但事实情况是 夫子戒剑之前 这把剑就已经是整个人间的最强之剑 只不过在被夫子使用完后 这把剑的能力又得到了生活 甚至在一段时间内 即便是柳白自己也无法使用它 小细节时一 清霞之战 君墨虽然重创柳白 但实际情况是 两人实力差距极大 按照柳白的说法 君墨在正常情况下 恐怕连异常的胜算都没有 即便君墨振斩千奇 重伤了耶稣 把自己的剑一样到最巅峰的时刻 那时的君墨占柳白 胜率仍不足三成 君墨无休止的在清霞前 连日作战 不仅没有消耗他的精气神 反而把剑一养到巅峰时刻 消息节十二 于莲还是林雾的时候收购三位徒弟 分别是慕容林霜 唐 以及夏天 其中慕容林霜是大唐将军夏侯的妾室 后来因为跳魔宗舞蹈 遭到夏侯以残忍手段杀害 唐是当代魔宗的天下行走 夏天是夏侯的妹妹 早年间是魔宗圣语 后来被魔宗派到大唐 用来迷惑唐王李仲义 结果把自己搭了进去 最终成为大唐皇后 于莲拜师夫子后 只有一个徒弟 那就是唐小唐 唐小唐在桃山光明记中进入知命境 消息节十三 知命以下无敌的王景略 在举世伐唐之后 终于进入了知命境 后来成为宁缺出长安时的马夫 在桃山光明记期间 魏佩和宁缺不惜孤身闯入清和郡崔家 想逼出崔老太爷 最后君墨出场帮忙完成 王景略算是结局不错的人之一 消息节十四 只学习浩然剑并不会入魔 李漫满君墨叶红鱼 都一定程度上学过浩然剑 只有学习了浩然气才会入魔 消息节十五 夏侯手下干将林陵 其实是双重身份 他是西陵安排在夏侯身边的卧底 这一点夏侯都不知道 而且他修的不是武道 而是福道 殿太阳